老的频道我重新调调了一下他那个 因为我没看我不知道我不能确定他在哪一个频道 所以我重新把他那个开通了一下 那先不管了现在毕竟两个同事在直播呢 他总有一个信号能勉强过得去 其实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归根到底 它还是一个粮食问题 你看前两年啊前两年他只是有控制的 在公务员中间要求这个 卧槽我从站内忽悠局的了 没问题 那个谁前两年他只是在公务员 或者在执法队伍中提出了这个敬酒的号召 尤其是这个工作时间 对吧中午不许喝酒 我们看到的这个要求呢 其实他是整顿行业作风 或者整顿公务员队伍的一个举措 也是民众比较怨声哉悼的这个三公消费 中间的一个问题啊 你好你好 那么今后呢我们可能看到一些意外的东西 就它不一定是 它不一定是 仅仅涉及于 管理好队伍 今后它可能会大面积的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酒 这个东西历史上出现过是吧清朝就搞过一次 有几个省 老是挣不上来钱是吧五个省吧是吧他要求你们 要实行禁酒 那么后来地方政府呢 它肯定是不同意啊对吧 这个政策基本上就不了了之了 就中国历史上这个禁酒的历史相当长 从这个我们知道的酒开始酒被发现之后 或者说开始量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敬酒令 它几乎是同时诞生的 是吧传说中啊 那么是这个大禹曾经发过一道道道令 是吧让大家不要喝酒 因为喝酒容易误事 那么更多的呢我们看到的是 周朝的 它是第一个历史上沉闻的禁酒令 它主要提出来两点 第一个呢喝酒误事 第二个呢浪费粮食 其实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禁酒令 几乎都是围绕着粮食 而发生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一直说禁酒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 啊客气了 没事没事也就聊了 就它其实跟粮食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个话题呢 因为整个这一个系列 它是围绕着 中共极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采取的一些应对变局的一些措施 所以呢我觉得禁酒这个问题 它迟早会摆上桌面 甚至它极有可能不进行全民讨论 就直接让你执行了 就这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对吧 你一提到禁酒 熟悉世界史的人都知道 俄罗斯和这个美国的禁酒令 是吧 美国的禁酒令 诞生了一个卡棚 是吧 所谓的黑手党家族 其实就是禁酒令期间 他们膨胀起来的 就他们根深蒂固的老底子 就在禁酒令 没有禁酒令 就不会有后来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黑手党家族 就他这个暴力 才能带来黑社会的庞大 对 极有可能他要宣布 对全民实行禁酒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粮食 他跟这个前苏联不太一样 你好你好 前苏联实行了两次禁酒令 是吧 不算是前苏联吧 就前苏联执行了一回 最后一直到他解体 禁酒令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回呢 是普京开始要求禁酒 其实都做不到 作为俄罗斯来说 他这个 因为他纬度的问题 是吧 他那本身就比较冷 你禁了酒以后 花露水的销量反而增加了 是吧 所有含酒精的东西 他的销量都增加了 既不要交酒税 也还能有暴力 是吧 你至于喝死 喝死几个人这个东西 每年都喝死很多人 就俄罗斯他的问题 主要还是 成年男子酗酒 包括他的前总统叶利钦 是吧 他在国务活动中 都能摔跟头 是吧 喝醉了 是吧 讲醉话那就更别说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迟早它要出现 因为中国的粮食 不能自给自足 就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粮食能够自给自足的 确实不多 曾经啊 曾经有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哪呢 是三胖他们家创造的 就是大胖二胖的时代 大胖的时代应该算 是吧 尾巴是二胖的时代 它是怎么回事呢 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 苏联支持了农业装备 就是设备 以及大量的原油 由原油衍生出来的化肥农药 那么美国呢 它发起了一个石油农业 中国呢 其实还不是这样 中国是半石油农业 中国只发展了这个化肥和农药 那么它并没有发展机械化 因为中国的现象呢 它跟其他国家不是很一样 尤其跟美国啊 它不太好学 中国也没有一大片平原给你去做粮仓 我们是见缝插针 当时它要求是中央一直要求保持这个18亿亩红线 现在据农业部最新的资料看 好像也就15亿亩了 根本就连16亿亩的猜测都是假想 是吧 原先我们的猜测可能都比较乐观 那么朝鲜呢 不是这么回事 朝鲜是完全依靠 苏联给它这个石油 给它这个农业设备 所以它 很短的时间内 20年之内 它就完成了现代农业 那么到了一个高峰 到什么呢 就城镇率 城市化率达到了70% 中国好像历史上也就南宋达到了这个高度 是吧 因为它比较小啊 给蒙古人打的没地方待了 对不对 地盘越来越小 城镇化呢 确实比较高 而且确实两宋的这个施博斯都很给力 他们的这个对外贸易 带来的这个税收相当相当高 所以它农业无所谓 那么农业这一块呢 从业人口越来越少 那么有点像这个朝鲜曾经农业上创造的这种辉煌 就只用30%的人口 它就可以养活全国人民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大概也就50%多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超过南宋 或者说还没有超过朝鲜曾经达到过的这种高峰 那么 时代变了 是吧 91年 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了以后 自然就不会再顾及朝鲜的利益 因为它自己玩这个休克疗法 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的 是吧 货币一再的贬值 再三的发行新卢布 那么我们前面提过这个问题 是吧 10年 10年间 原先1000万卢布 它的币值相当于900万 或者说600万美金到900万美金之间的 这么一个等值的资产 缩水到 只剩下几百美元 这个 我一直说啊 贬值了三万倍 但是很多人提意见 说你不能这样说 是吧 你数学没学好啊 你得你得算贬值了99.98%啊 99.97 我说得 我们不谈了 好吧 你知道它贬值就可以了 是不是 它的货币其实已经 跌到没办法看了 这种行了吧 我们这样说 总没问题了吧 对不对 那么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苏联解体 它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农业 它是一个全面的崩溃 而且在它崩溃的过程中 许多国家都踏上一脚 真像希特勒说的 苏联就是一栋破坊的 你踹一脚 它就倒了 91年的时候 不是谁来踹它 而是没人去帮它 它自然就倒了 那么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也是这样 中国整个经济 它是依赖于外向型经济 如果说中国断绝了 与世界的贸易 或者说 你这个贸易受到了阻绝 就不能说断绝啊 它有可能还会 恢复到这个计划经济时代 就梦想啊 它们极有可能再回复到这个计划经济时代 从新开始由外贸公司 由外贸公司来 统购统销 然后往国外销售中国的农产品 中国的工业制成品 包括矿产 是吧 现在能卖的本来就不多了 那么你换回来的美元 是不是能足够让你进口粮食呢 是吧 这心里没谱啊 就算能够给你混几年 你能撑多久呢 失去了外向型经济这根支柱 中国的经济马上就面临着转轨 就中国即便是一个半石油农业 它最起码也是依靠石油 来提念出化肥和农药 那么你就算你田里没有什么机械化耕种的 需要烧油的东西 那么你的化肥 你主要的来源还是靠石油 中国如果跟外部实践出现问题了 它面临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没有足够的美元去购买粮食 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它没有足够的石油 去把它衍生为农药和化肥 更不用说中国的种子问题了 是吧 中国现在有50%以上的种子公司 是外资的 70%以上的农民 是依赖每年去种子公司买种子来种粮食的 自己留种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 它现在这些问题呢 都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只是可能没有人把它串在一起 把它联想一下 我们未来极有可能会遇到政府的一些号召 就这种号召 它是让人 很头痛的 因为中国人啊 遇到什么事 他都会喝点酒 是吧 过年过节的 这很正常啊 你就计划经济的年代 再缺粮食 是不是 你当时你过年了 你还发点 发点酒票 是吧 庆祝一下 给老百姓开开心 其实我说句良心话 很多人没想到一点 中国 它现在鼓励你搞这个土豆 把土豆变为第四主粮 紧接着它会让你种红薯 因为红薯比土豆更加不选择 所种植的土地 对吧 它对这个土地的什么 简化没有要求 无所谓 所以你山坡上 是吧 你搞一提田 没必要 你沿着山坡 你就可以种 而且产量相当高 是不是 红薯的产量 你不要说改良了 你就是历朝历代 就中国从引进了红薯开始 从这个虚光起 在天津买快地 想办法给它留种 在北方能够种植红薯以后 就改良的品种以后 红薯的产量 它一直是小麦 稻子的几倍 甚至十倍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后要喝酒的话 有可能你拿这个 地瓜酿酒 是吧 就红薯来酿酒 这个有可能 自己酿酒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全国范围内 它肯定 农产品出口的问题 农产品出口 换汇这个问题呢 它一直存在 其实农产品中 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比较小众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 内蒙它就专门有一块地 专门有一块地 它种什么呢 种桥麦 它每年的桥麦 除了本地人能够 偷偷地搞一点以外 全部是由日本来收购 它是定点的 就定那块地 以前是日本人在那儿 搞的一个啃制团 它就专门在那儿 它选呢 它在东三省 它选来选去 是吧 它最后就选了那块地 种桥麦 挺好 据说啊 因为我也吃不惯这个东西 据说这个桥麦呢 质量非常好 所以它每年 它是专门进口 专门出口给日本 然后完了以后呢 中国还有一些特色的 水产品 或者说沿海的一些海产品 就高端的这种鱼类 贝类 它也是专项出口的 包括鰻鱼 我们知道这个鰻鱼在 内地的销量 其实并不大 它吹得悬浮悬浮的 它其实主要还是出口 那么完了以后呢 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完全断绝 但是它的问题 其实一直有 就有一些海域 中国近海的有一些海域 它已经不适合这个 养殖水产品了 因为它重金属污染太高 所以呢 它是有一定的特定地点的 就特定品种 特定地点 其实这个东西很麻烦 我们最好不要去猜 而且它每年出口创汇的这个数额 相当的小 大概也就几十亿美金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 从2016年 2017年的这个 就农业部啊 商贸部公布的数据来看 中国每年 净的 进口粮食 需要的外汇 是600亿美金 中央政府能不能 维持 长年维持这个600亿美金的 纯支出 这个现在看不清 几乎可能性不大 是 河豚是这个问题 其实河豚这个东西呢 相当相当的麻烦 中国人 只是欣赏 敢吃的不多 但是在日本呢 你别日本呢 其实韩国吃这个东西也不少 如果你搞出口的话 特色养殖在江苏 就是江浙一带 其实是很有 很有市场的 他们也有自己固定的 出口的市场 就这个东西 它不可能完全隔绝 但是 你 不管事啊 你最起码 你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你要保障 每年有足够的粮食进口 是吧 你才能养活这么多人 是不是 你十三亿八千万 是吧 这是他公布的数字 有人提出了意见 说有可能中国的人口只有 七亿五 最多到九亿 他们的数字是虚假的 没问题 我们都在猜 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 采信 国际 就是公认的一个数字 就没有一个国家 他明确指出 中国的统计报表 在人口方面 有多大的问题 或者说 哪一个有权威性的 机构能够发布 一个调查资料 说中国的人口 是多少多少 其实你不管他多少 你也不管他干什么 你最大的问题 还是要喂饱他们 这你谁当政都没用 你控制不了粮食 你没有足够的粮食 你是养活不了这帮人的 是吧 等没有吃的时候 你就别跟他谈什么自信 是吧 你跟他谈什么教育 没有用 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 我前面谈过 谈过这个事 就关于这个 过剩的这个男青年的问题 是吧 我以前专门有一集 谈过这个问题 有三千万 过剩的男青年 找不到老婆 是吧 你这个问题你还说 你还可以去国外找 是吧 你 现在人口这个问题 昨天我们刚谈过 是吧 开放了二胎 是吧 你生的孩子中间 最起码你还有盼头 是吧 你晚婚呗 等二十年呗 是不是 粮食不行 粮食这个东西 你一天都不行 是吧 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人是铁 饭是钢 是吧 一顿不吃 饿得慌 对对对 确实胖 不对 不对 我的话听得 怎么不像夸我呢 我那个谁 昨天刚称的 呃 八十九点七 二我好不容易算是 降到八十公斤以上级别了 脱离了这个九十公斤以上 挺不错 我我我感觉 挺值得庆祝的 所以昨天喝了顿酒 又吃了点东西 回头我想了一下就没敢再撑了 再撑就很失望了 是吧 其实呢 粮食问题 它就是这个问题 你你随便你怎么说 你一个国家 你要禁酒 就中国历史上的禁酒 它主要是因为粮食不够 是吧 粮食不够 你一到打仗了 是吧 三国 你看三国时期 啊 谢谢 谢谢 三国时期 各个各路军阀都在禁酒 是吧 你看那个明朝 洪武年间 朱元璋敬酒 敬到什么程度呢 急醒 就是你 你要违反敬酒令 直接就给你宰了 没什么客气的 是不是 他不跟你谈这个 你哪怕你说 你爹是将军 没用 你爹是元帅 赵坎你 对不对 就中国历史上 杀衣儆百 杀鸡儆猴 说白了 你再大的 官二代 是吧 富二代 在他眼里 也都是鸡 无所谓 他不在乎你 谁跟他玩 我记得刚开始 北京闹那个禁酒令的时候 第一个被抓的是内蒙 当时我在内蒙 是吧 内蒙开车进京的 是吧 内蒙他有一个特色 别说老百姓喜欢往北京跑 包括这个街车 就是所谓的买新车 他们都喜欢去北京买 而且这个内蒙的官员就没几个住在这个内蒙的 他基本上家都在北京 是吧 我们前面看到一个叫刘云三的 是吧 以前是内蒙的齿峰市市委书记 他就是靠一路送礼送上去 就这个人他前一届还是常委的 还担任过这个中央党校的校长 其实这孩子就是靠送礼 别的东西都没有 内蒙的官员他有一个特色 他一到周末他就不在内蒙了 都到北京开会去了 找领导去了 是吧 谈心 汇报工作 其实就是送礼 对不对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例子嘛 一个市委书记十几年间 竟然能爬到这个 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 正国籍 是吧 对他们来说 对这些基层的小官员来说 发了一个厅级干部 爬到一个正国籍 这还得了啊 是不是 那有人在前面打个样 剩下来 造直了往前跑 是吧 以前好像还有一个 说相声的 但狗秀的那个 脱狗秀的那个叫什么 高晓松 就娱乐界的 据说他被抓的时候 他说他是美国公民 人还掏出了美国护照 有用吗 没用啊 知道吧 这就属于没文化 真可怕 你进入中国 你得用美国护照办签证 你不能说我进入中国 我是中国公民 是吧 出了事 我是美国公民 是不是 你开的车 你使用的是美国驾照吗 不是啊 对不对 你使用的是中国的驾照 那么完了以后 照抓 关半年 关半年你说你回美国 你回美国 回美国呗 他又不多你一个 是不是也不扫你一个 你照样混市面 一开口就是 就是那个啥 我党领导人 不顺章 叛变以后 那天我看了他一视频 吓我一大跳 你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分不清啊 真分不清 所以在中国呢 以后会出现很多这种事 就是你说你混得挺屌 没用 他不跟你玩这个 他现在就不给你喝酒了 他没粮食 他不说没粮食 他让你节约 总行吗 中华民族所谓的美德吗 对不对 从梁启超创造这个名词开始 是吧 一提到中华民族 得 你啥事你都得放下 对不对 你得以国家为先啊 民族优先 是不是 你就再有你也没用 是 李长春的故事呢 我不俗 因为他是 沈阳那边混上去的 好像我搞不清 对他们不太俗 你说以前盖房子的 像像那个李瑞环跟那个 张百发 那好歹吗 他盖了个人民大会堂 是吧 啊 挺好玩 但是呢 每每个朝代 其实你到 你到他的末期 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他的政策 极有可能 他是因为政权不稳固了 所以他急急忙忙的 出现了一些政策 试图来挽救自己 其实呢 很难 啊 其实很难 他现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现在跟所有的国家都落掰了 对吧 完了以后 你你美国跟你干 你说你去德国 去法国 找突破口 是吧 你转了一圈没什么效果 是吧 连马来西亚都跑到这来了 说一带一路咱不完了 是吧 咱玩不动 是不是啊 斯里兰卡打了个样 是吧 建一个国际机场还是建啥的 最后把全国的这个税收 每年来还你的利息都不够 是吧 我们害怕了 我们不干 是不是 那你你现在就跟着就出这个问题了 周边国家不想跟你玩 那么世界上主流的国家 就18个所谓的先进国家 你从美国日本开始算 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的都是什么呢 都是基督教国家 是不是 你美国 意大利 是吧 英国 你一直混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全是基督教国家 人家本身就觉得你不信教 这个问题就很大 完了之后呢 你还你还净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 完了你用用了人家的 使用了人家的创意啊 侵犯了人家的版权啊 是吧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在跟那个 印度还在准备克隆 仿制药 这个东西麻烦了 对 酒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的 其实我告诉你 酒驾违不违法呢 全世界有各式各样的规定 有一些国家甚至很极端 是吧 据说有直接枪毙的 但是我知道一个例子很好玩 可以分享给大家 大家听说过一个酒驾 凌晨老叫吧 内蒙 有一天晚上 查酒驾 内蒙的查酒驾挺好玩啊 他就是 人形关系啊 其实全国都有 但是内蒙呢 他是这样干的 他是这样干的 他是交换 你这个区的警察到别的区去查 那我这个区比如我是市中心是吧 我从那个郊县调一个 叫警队来查 他说这样 就交换杀人嘛 是吧 完了以后 出了问题了 法院院长开的车 伊勒阿兹的 不是不是 我是南京人 南京 然后完了以后 那个不是飞走 枪毙的 那酒驾枪毙的是飞走 那个 那个完了以后 开个车给拦下来 拦下来以后 他掏出自己的工作证 递给辅警 辅警跟他说 我不认这个 工作证 我只认驾驶证 是吧 你出示驾驶证 然后你吹口气 你没喝酒 走人 喝酒了 留下 最后呢 这院长就给关起来了 那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他说我的所长来查房 是吧 查房一看呀 咋把院长关起来了 完了以后赶紧放啊 是不是 得赔礼道歉 这抓这么一级领导的话 按理出啊 是吧 按理出啊 你得请示上级 不是你说抓就抓了 但是当天呢 没办法 那酒驾嘛 是不是 抓了就抓了 招完之后 这个院长 当天就请了病假 完了以后 他就打了辞职报告 就并休了 是吧 没脸干了 你是法院院长 你给一个辅警 抓到看守所去了 是不是 挺麻烦的 所以中国在 市面上 现在能看到的 这个酒驾呢 对小官员 其实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就基层的官员 你说你上级来接待吧 不喝酒啊 不可能 是吧 你知道中国他这个酒文化 其实挺麻烦的 尤其是北方 北方的特色呢 就是你把这个客人 赔好了 赔爽了 赔开心了 他醉了 甚至他倒了 你不倒 这叫招待的到位 是不是 南方现在好一点 但是北方基本上还是这样 你改不了的 短时间内他改不了 那么他越搞越搞越搞笑 以后你想喝酒 其实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因为中国马上面临的问题 他主要反应的 就是在农业上 对吧 他没有这么多根地 中国现在每年 进口的这个农产品 他相当于需要 六亿亩以上的根地 无论你怎么节省 你说我节省一半 三亿亩 三亿亩你到哪儿去啊 是不是 你跟这个俄罗斯出界 西伯利亚 俄罗斯干吗 不一定 就算你中一计 他也不一定干 所以真正能够 想到的办法 要不就是从东南亚找手 是吧 柬埔寨老挝 你看他忙着在老挝修铁 是吧 他 这是他的主攻方向 那既然开不了园 他就得节流啊 对吧 那怎么办 面临的问题 他就是降低 对粮食的消耗 说白了 他不给你酿酒呗 是不是 你老老实实上山去采野果啊 是吧 自己酿酒 你要是在家里酿米酒的话 估计也成 刚开始啊 但真正等你 实在米价太高的时候 我估计大多数人 也只能上山去找野果了 是吧 你要不弄点土豆 弄点 弄点这个烂果子 或者红薯 地瓜烧 是吧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挺可乐 真正到了那一天会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我这个人呢 不是很好酒 所以我看到了这一点之后 我跟好几个朋友说过 说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们笑的比我还苦 真的 挺好玩 行 那就聊到这 再见